叛逆前夫李亚彭 之前放弃影视选择从商 美晓金玉却传出投资失利 不小心欠下拒债 加上没有按时还款4000万人民币 遭法院判强制执行 现在更被限制高消费 竟把他滞留在机场 29日下午李亚彭也在机场直播 并苦笑表示这个执行也太认真 强调自己都已经私下和债主沟通 没有任何金钱纠纷 没想到还是被强制执行限制高消费 现在他连回北京都无法搭飞机 只能改坐廉价火车 不过对于这件事他也坦然接受 并在直播中表示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只要人还活在这个世上 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但被限制不准搭飞机 而且前一晚他也只睡两个小时 让他无奈表示一切都在苦中作乐 心情似乎还是有受到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